大家好,我是Jaseline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起司保存的最佳方法 买了一大包两公斤的起司,要如何保存呢? 首先,把起司分成几份,每份大约200到300克 一定要确保你用来拿起司的汤匙,不可有一滴水 接着,再把它真空包装起来,确保袋子里没有多余的空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正确的保存方式,可以让起司保存的久一些 大约可保存6个月左右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谢谢大家的收看,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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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